現在有軍事部落客在社交網站上面發文說 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當中有成員呢 持有這樣子的武器 這個武器呢 他的稱號叫做高爆破片火箭 美國學者就說了 其實哈馬斯之前就有使用過 北韓武器F7的先例 所以其他不排除哈馬斯這一次這個武器恐怕呢 除了他是來自北韓之外 還會有其他來自北韓的武器 好 因為這樣尾巴衝突持續升溫 拜登證實已經有14個美國公民 在哈馬斯突襲當中喪生 20個人失蹤 當中可能有人是被哈馬斯綁走 當成人質 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周三呢 會到以色列來會晤高級官員 傳達聲援還有支持的訊息 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 再一次是譴責了哈馬斯 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就是純粹邪惡的行為 同時也表示了 美國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提供軍援 加強鐵窮防禦系統 要確保以色列的和平 是純粹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